宣告我們發言截止時間到10點30分 發言登記截止 有請羅部長 好 請羅部長 蔡委員好 部長你好 部長 我想要 我想要問請教 我想要請教 部長你 剛剛我聽了你的講話 以及我看到了 前天你發表的這一篇 這個用字非常的簡潔 有力的一個新聞稿 但我心中一直充滿著一個問號 這個問號來自於說 部長我想要請問 就我們現行的司法實務上 就所謂 詐欺罪 包括電信詐欺 我們想電信詐欺就好 我們現在司法實務上 法務部有幾件 針對國內的電信詐欺 對詐欺罪 申請積壓 有幾件 比率多嗎 法務部一件都沒有 因為我們不會 不是檢查機關 對 那檢查機關 我們要去調查 對 好 我知道跟羅部長講話 一定要講得很精準 不然你會吐槽我 那我想要問羅部長就是說 現在檢查官就所謂 電信詐欺罪 在國內申請擠壓的比率高嗎 我要去收集資料 那可不可以 有誰可以說明呢 因為我們二十幾個地檢署 一定要去調查統計一下才能知道 大概不能隨便憑印象 就這樣回答 不能隨便憑意 不能隨便憑印象 憑印象 憑印象 那部長 我想要問的就是說 我們目前中華民國刑事訴訟法的 這一套 積壓的一個制度 部長你會覺得太過於嚴謹 以至於說他無法有效的打擊犯罪 所以你認為說是不是 積壓的制度應該要放寬 甚至我們可以考慮 採用像中國 他可以用所謂的行政拘留 中國可以採用所謂的 強的一個刑訊逼供 以及中國沒有給犯罪被害人 監默權 中國的勞動教養制度 這一連串的制度之下 部長你是覺得我們國內應該要 省著來採納 所以才能有效的打擊所有的犯罪的一個 嫌疑人 部長你的心中的想法是這樣嗎 報告委員 我們的積壓法要不要修正 大家都在討論 我當然沒有定見說一定要或不要 但是我們需不需要參考大陸 也未必 我們沒有說要參考大陸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要時時都把這個牽扯進來 要弄成說 好我們一定要去批評誰的落後 怎樣之類 中國的積壓的一個制度 尤其他行政居留這一套制度 我想並不是在場我們這些 部長你所說的這些立委 在批評而已 在我看到全世界 尤其最近201年 美國有一份人權的一個報告 也是針對中國所謂行政居留 居留這37天 那所謂的勞動教養 也就是我們知道的勞改 的制度提出了很多的批判 那如果在羅部長的邏輯之下 肯亞案這些被告送到了中國 他們在中國被拘留了 我們看到有人出來道歉了 這個道歉就是來自於 中國的一個刑訊逼供 所以他在拘留期間 還沒有經過審理的一個程序 他就可以出來認罪 委員你直接講刑訊逼供 這樣合乎一個法律人的 一個基本的態度嗎 那我問你 這樣的一個認罪 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他是為什麼認罪 我們就不能妄加評論 而且報告委員 我們這個時候大師批評大陸 對我們的事情解決 有什麼幫助 為什麼我們這個時候不能大肆批評大陸 為什麼我們不能大肆批評大陸的行政拘留制度 還沒有犯罪先 犯罪確定前 他就這樣激留 報告委員 報告部長我還是要請教 到底羈押法 到底我們國內的羈押的一個要件是什麼 請部長你還是再告訴我一次 有好幾個理由啊 有逃亡有串供之魚 有逃利之魚 等等這些都是啊 那有一條是因為這些人很可惡 你不只欺騙了國人 你還去騙大陸人 是哪裡有這麼一條我不知道 有沒有這一條 所以應該要把它拘留起來 我不知道台灣或大陸有沒有 台灣有嗎 台灣當然沒有 台灣當然沒有 所以是不好的 我也不知道 那大陸 大陸有啊大陸就是拘留了啊 他是說因為可惡就拘留嗎 我不知道會有這樣的條文 那他為什麼不拘留 為什麼大陸 為什麼大陸就是拘留 我不知道所以我不評論 我不知道委員 那為什麼剛剛你在接受我們 前一位委員在問的時候 你講了一句 你很遺憾 馬來西亞的這些詐欺犯回到了國內 結果通通把它放掉了 不是我很遺憾而已 你很遺憾 但是詐騙公會很感謝 詐騙公會很感謝 所以你認為說 我們是在幫忙詐騙公會 這樣嗎 不是 我們站在說 記憶必須有它的要件的時候 你竟然拿出詐騙公會 很感謝 這樣的東西 你是中華民國的法務部長 報告委員 不要給我戴帽子 就是這種態度 詐騙公會是你拿出來的 詐騙公會的這個是你拿出來的 我目前拿出的每一份報告 我拿出的每一份報告 都是有評有據的 你去拿出一個 我們國內有詐騙公會嗎 部長請教 那我們國內有詐騙公會嗎 以我所知當然不可能有啊 不可能有 你拿出 你法務部長 你拿出一個詐騙公會的東西 所以你在你再訪諷我 報告委員 因為你給我戴帽子 我給你戴了什麼帽子 我現在問你 我剛問得很清楚 大馬 這一個馬來西亞 這20個人 回到了國內 你認為說沒有羈押 所以你覺得很遺憾 我沒有這麼講 我是說證據沒有回來 就放了 你覺得很遺憾 要不要掉剛剛的畫面 還不知道可不可以擠壓 就放人 委員要不要聽清楚我講的話 證據還沒有回來 還不清楚可不可以擠壓 就放人 這一點我很遺憾 我不是說 我最好他們都是無罪的 他如果都是被冤枉的 我更高興 我們國人沒有那麼壞 不會到處騙人 但是在事情還沒有清楚之前 就全部放掉 你看老百姓都不接受啊 那部長我要問你 我剛給你充分你讓你講的 我現在都給你充分講 但是部長我要問你 當這一些人第一時間 馬來西亞有可能把他們要送到中國 受到中國的一個管轄權審判的時候 站在法務部的立長 不管你說的徐永明立委 有沒有跳出來講話 站在法務部的立場 有沒有必要 爭取他們回國 讓他們接受國內的一個管轄權 先了解狀況之後 再動作比較好 先了解狀況 對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中國的態度 一直不提供證據資料給我們的時候 你所了解的狀況就是 我們沒有證據資料 所以我們這一些相關的案件 我們法務部都不能去爭取管轄權 是這樣的嗎 我沒有這麼說 你沒有這麼說 那你到底要怎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法務部我們才要主動去爭取案件的一個管轄權 至少也要我們爭取 他不給我們之後 明確的表示拒絕 我不提供 那我們當然要把國人帶回來 因為他不告訴我們 我們也不知道狀況 我們就不能讓我們的國人冒那個險 但是他也還沒有拒絕啊 現在一直在跟我們聯繫溝通 為什麼急著就要把人 馬來西亞案是 馬來西亞案如果已經準備要送到中國了 如果已經準備要送到中國了 中國就有管轄權 那他們就會馬上進入所謂行政拘留的制度 我是想跟部長你講 我是想跟部長討論的就是說 基本上台灣跟中國就人權的保障 是有一段落差 這一段落差也許部長你認為差距很小 但是站在世界民主潮流 站在所謂通過兩共約 對人權的一個重視的一個國家中 都認為中國的人身自由 是有很大的一個缺點的 部長我 所以我意思說我們要停止跟大陸司法互助嗎 我沒有說要停止啊 你一直在說他們人權不進步什麼什麼的 那這樣子我們到底還要不要跟他司法互助 要不要請他提供資料給我們 要不要像菲律賓的模式共同辦案 那所以部長你認為說 所謂的司法互助都全部送去嗎 沒有這麼說 沒有這麼說嘛 所以我剛剛一直在問你的 我剛剛一直在問的 就是說我們會不會因為說 中國還沒有提供證據資料的時候 我們就放棄法務部對於管轄權的一個 進合的時候的一個爭執 從來沒有放棄 我們只是說先擱置正義先務實協商 那部長我再問 這20個馬來西亞的國人 因為詐欺罪然後說因為沒有證據所以要放了 難道不能限制出境嗎 不能限制出境嗎 你手上要有充分證據才可以啊 這也是要依法辦理的啊 那如果你認為依法辦理 部長我不希望說你一直說 很遺憾這些人放了你就跟這些媒體所講還是一樣 所謂的依法辦理我想要問的是 就是說這些人的案件結束了嗎 他的涉嫌的詐欺罰 我們還在跟大陸協商 那如果好 法務部院長經過你很努力的協商 你拿到了很充分的一個證據資料 這些證據資料 可不可以讓你再就這些人繼續偵辦 當然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如果他人還在台灣的話 如果他跑掉的話你也沒有用啊 他跑掉了 那你為什麼不限制出境 那也要有些證據才能限制出境 好 部長我最後我要問你 你對於我們今天這個羈押法 這個羈押法的審理中 我看到了部長你 你的所有的報告中 看守所本於全責 有調配轉訪的全責 那你認為尚無庸增列 那第三是借據種類 不遺憲說只有束脖子手銬 那第四點 借護被告以外說只用借據 不遺憲說 第五點 修正法案第四章 有關看守所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之防治規定 尚無特定規定之必要 第六點 不遺規定被告之掛號費由看守所負擔 第七點 看守所對請求接見者拒絕其請求 請求接見者以訴訟方式救濟 容易商榷 第八點 不遺規定看守所對被告發售之書信 需求被告面前檢查 第九點 懲罰之種類 不遺有訓借之停止購買兩類 第十點 還是一樣 容易商榷 所以 部長我發現一個很奇怪的 我們今天在討論基亞法 我們希望他 符合大法官解釋 653號解釋之下 把他做得更符合人權 結果你們這份報告 從後到尾都跟我們說不遺 容易商榷都不可以 所以部長我希望說 請你再好好的審視一下 如果大法官解釋說我們國內 對人權應該要更加的一個重視的情況之下 請你不要永遠站在保守 永遠站到反對改革的一面 報告委員我不是反對改革 也不要戴我這個帽子 因為實際上我們是要深思熟慮 每一件事情不是搶的那麼簡單 好像他關在看守所裡面 他只要束縛衣或者燒烤就可以 因為他也會到鎖外去 司法大法官解釋說他們在看守所 要給他們一個申訴的管道 我們有給啊 我們是用行事訴訟程序 一個比較符合法律救濟程序的管道 我們同意啊 我們也照辦 那你從頭到尾都跟我說不疑啊 那是用另外的事啊 所以你就是什麼都不要 不是他用行政程序跟刑事訴訟程序 是兩件事嘛 這裡面很多點啊 都是救濟程序 都是救濟途徑我們有給 所以你認為都是之前的就是對的 只是說變得是哪一條路 現在提供要修正 大法官解釋之下的一個修法 你都不疑不疑 我們有跟守這個指示啊 謝謝